人们都知道吸烟有它健康,但却总有很多人戒不掉它,经常吸烟对肺部的伤害是最大的,如果你不能狠下心来戒烟,那么就好好保养一下你的肺吧,尝抽烟的老烟鸣,该如何养肺? 除了尽量减少吸烟数量,适当的运动外,饮食调理很重要,一,冰箱,夜贵花茶,二,鱼心草,鱼心草是养肺的好东西,能够润肺清肺,还能清热解毒,制造养猴,鱼心草微心,性微寒,灰肺,膀胱,大肠精,具有清热解毒,化碳排动消涌,变尿消肿通灵的作用, 主制被热穿壳,被拥土浓,猴鹅,热粒,热气,水肿,幽肿窗毒,热鳞,湿症,脱缸等病症,三,蒲公英,蒲公英是平时人们常见的一种野草,而把它制作成茶,有着很好的食疗和药用价值,蒲公英含有丰富的矿物物质,爱惜烟的烟灵,被不积累的毒素很多,而这个时候喝杯蒲公英茶清理, 肺部毒素,同时,它还具有消炎杀菌的功效,让你的肺部更健康,四,罗汉果,罗汉果是一种很好的清肺闷肺的食材,常用它泡水或煮水饮用,可以提到清肺解毒,润喉润烟的功效,对于长期抽烟的人来说是一把福音,可以有效地帮助肺脏排毒,让肺更加健康,五,金曲百合叉,六,获合, 获合中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,经常用它泡茶喝,不但能带炎热的下劲,为你带来了一丝清凉,才能吃除火气,甚至能起到肉肺止咳的效果,特殊的成分还能够加快对肺部毒素的排出,让我们的肺部更加健康,七,大麦茶,大麦茶含有较多的物质,其中有一部分的物质,对于咽毒泥胡丁有抑制作用, 每天喝一杯,可以点净你股丁对于肺部的伤害,也是含有比较的丰富的蛋白质喝糖,生热爱富,增强我们自己的抗汉能力,还可助消化,趋有腻,能预防吸烟引起的,慢性烟严和肺癌,八,金银花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